大家好 欢迎来到开线西游战法频道 那么我们看到美股在昨天晚间 也就是周五晚间出现了一个小阴线 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 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上涨西游当中分别由悟空阳线 巴结阳线 沙僧阳线组合 唐僧阳线构成 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 成功出现了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是从2年12月份至今的一个新高 新高出现之后意味着美股的牛市行情 正式启动 但同时我们看到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行情当中 有了一组新的悟空阳线 那这组阳线我们叫做悟空阳线 有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 上方有巴结阳线 沙僧阳线 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 因此本轮行情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 同时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可以看到 本周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K线 这根标志性的K线 这根阳线是有别于行情当中震荡和下跌的 那么标志性的阳线出现之后 我们认为对于美股来说 周线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阳线 那么上方就有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预期 那总而言之 道指是出现了一个牛市启动的行情 同时在昨天日线级别的阴线上来说 我们认为对于道求斯库月指数 可能会出现震荡之后的多头行情 这种震荡和调整对于比特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利好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观察到 比特币的行情处在一个震荡缓慢下跌的情况之下 但是道求斯库月指数 美股一直持续上涨 那占比全球资本市场70%的美股的上涨 势必会对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行情 起到一定的吸血的作用 就这一点来说 我们经常看到比特币上涨的过程当中 主流币和次主流 甚至一些山寨币都处在下跌的行情 所以和比特币和虚拟货币的情况 类似的是 美股的快速上涨 比特币迟迟不涨的原因 就是美股在吸血 在吸血 那根据翘翘板效应 道求斯工业指数 美股一旦出现横盘整理震荡 这种情况的出现了 就会让比特币容易走出一轮行情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在日线级别上 6月23日对比特币来说 是一个新的悟空阳线 截止到今天 7月22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周期里 我们看到比特币始终围绕 6月23日的悟空阳线 做区间震荡 那6月24日到今天 7月22日 我们一直就处在一个干扰性的K线当中 那这组干扰性的K线呢 K线吸油战法当中给出来的解释 叫妖怪K线 那屏蔽掉这些妖怪K线之后 我们依然认为悟空K线存活 悟空阳线存活 因此呢 对于比特币的日线来说 应该还会有沙僧阳线 巴结阳线 唐僧阳线 最终呢 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 那通过合并周线之后 我们看到啊 周线级别在6月19日 这一周啊 就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 这根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呢 是有别于下跌 有别于震荡的 突然涨出来的 并且这根阳线呢 突破了蓝色线和红色线的 这个收敛三角形 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 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上啊 发生了突破 走出了 成功走出了悟空阳线 那后面的四周的震荡呢 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做的震荡 那上方就有巴结阳线 沙森养线 唐僧养线的一个预期 因此呢 比特币在当前的这种结构当中 非常容易走出平行于 1月啊 1月到3月的这轮 周线级别上升西游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呢 对比特币来说 我认为当前是逐渐走牛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种牛市的氛围当中 很多币种出现了一个板块轮动啊 这轮行情最重要的一个币种是bch啊 因为它是龙头中的龙头啊 上线美国一家交易所之后啊 这些美国的交易所只有四个币种 bch 莱特币 以太坊和比特币啊 bch 作为啊 跌幅最大的啊 这轮行情当中跌幅最大的主流币 出现了一轮暴涨行情 所以呢 bch是本轮行情当中龙头中的龙头 那我们看日线级别上 bch 走出悟空养线 巴结养线 沙森养线组合 唐僧养线之后啊 在6月30日的这一天 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养线 走出这个新的悟空养线之后 围绕这个悟空养线 作为调整震荡 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 可以看到啊 在4小时级别收敛在那种形成当中 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 由于快速上升之后 它需要进行一个调整啊 所以呢围绕这个4小时级别 在焦点位发生了跌落 跌落之后 我们观察到 目前处在一个横旁震荡的 这个走势当中 在这个震荡走势当中 我们看到50均线10均线啊 这里是4小时级别的50均线10均线 正在同1440均线和1690均线 发生粘合状态啊 50均线呢是蓝色线啊 10均线是粉色线啊 绿色是169 黄色是144啊 这4条均线呢正在平行移动啊 形成一个黄色的结构 那么在这种结构当中 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的 它的完整性啊 就是329高点啊 向下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完整性 没有遭到破坏 因此呢 BCH的多头趋势依然还在啊 绕行通过焦点之后 容易发生进一步的反弹 到达目标点位和压力位是290美金啊 所以呢 对于BCH来说 还有机会 同时呢 在日线级别上 我们看到悟空仰线走出来之后啊 虽然经历了调整 但是悟空仰线的这个箱里结构 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上方是有八戒仰线 沙僧仰线 唐僧仰线的一个预期 同时呢 把实验级别调整到周线 周线就可以看到 我们经历了BCH的三周的调整过程 但是呢 周线级别的 6月26日这周的八戒仰线就存活 因此呢 经历调整之后 我们认为 对于BCH来说 周线级别可能会走 沙僧仰线和唐僧仰线 如果继续上行 压力位在500美金附近 对于目前246美金的BCH来说 上方仍然有很大空间 还可以进行关注的是1inch 这轮行情当中 我们看到1inch出现了一个极端行情 爆量之后 从底部到高点 出现了140%左右的一个快速上涨 那1inch是什么板块呢 是和UNI对标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平台币的一个板块 那这轮行情当中 我们看到啊 UNI Sushi 1inch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包括昨天我们在会员频道 看的DYDS 都有了一个不错的上涨趋势 但是呢 很多人说 1inch是一日游行情 急速上涨之后 放巨量 然后筹码快速交换 形成了一个 就是超级主力 快速拉升之后 抛弃筹码 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目前 对于1inch来说 它处在一个超跌的状态 急速拉升之后 它目前的价格和结构 同当前行情当中 UNI DY DX Sushi 这种结构出现了一个高度背离 因此呢 1inch目前的价格 虽然经历了快速回落 但是呢 进入了一个超跌的一个位置 那超跌位置呢 我们在行情当中 可以吸收战法给出了一个说法 是这个位置是一个黄金坑 那么我们看啊 对于1inch的黄金坑在哪呢 要找到一个筹码密集区 并且呢 尽量是一个波谷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线连出来 连出来之后 大概的位置是在0.5美金 0.5美金是很多时候的波谷 我们看啊 二年六月份 二年九月份 包括二三年三月 它都算是一个波谷的位置 也就是说 跌破0.5美金之后的1inch 就是一个进入到黄金坑的 可投资的一个区域 所以呢 快速下刹 急速上行快速下刹之后的1inch 具备了一个位置的 KC西优战法当中 讲位置趋势 还有仓位 进入到了一个可布局的位置 同时呢 在四小时级别上 1inch进入到了四小时级别 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支撑位 因此呢 我们看到对称性涨跌之后的1inch 重新落入黄金坑 进入到可布局的点位之上 那么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再见